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六四纪念日来临之际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通过微博 呼吁人们在4号这天穿黑衣 或者在家中点燃蜡烛 悼念六四死难者 天安门母亲成员丁子林 蒋培坤夫妇发出抗议信 批评当局不让他们在6月3号晚上 到他们的儿子蒋结联遇难地点 北京墓溪地进行悼念 他们家中的电话 手机和上网服务都被切断 天安门母亲另一成员张先玲 接受香港商业电台采访时说 她家楼下有十人站岗 不许她外出 也不许外人探访 广州维权人士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家的互联网 在6月3号也被切断 湖南绍阳民运人士李旺阳 至今原因不明的非正常死亡 一周年忌日即将来临 她的妹妹李旺玲 将哥哥生前两件最好的衣服 转赠给香港六四纪念馆 香港明报记者躲过监控 盼望了李旺玲一家 李旺玲还为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录制视频 回顾哥哥的一生 并感谢香港人的支持 由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主办的 八九六四二十四周年烛光纪念会 于6月1号晚7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扣天丽的采访报道 纪念会开始后 陆温和博士首先宣布 为1989年六四事件遇难者 默哀一分钟 之后由全美学字连 黄思平女士致开幕词 并播放天安门母亲丁子林教授的特别讲话录音 丁子林教授谈到自己24年来 就六四的感悟 以及八九学生的精神 他同时批评中共政府在六四问题上 至今仍拒不承认错误 我们必须思索 究竟是什么 让今天的中共政府 拒不承认党的历史错误 六四不仅是一家医护的不信 而是整个民意义的不信 军政这种不信 难道就会贴下大案吗 对今生的中国来说 真正的问题 不是强国强军 而是实行宪政 宪政涉及到所有人的实际利益 美国国会议员马西卡普特 也为这次纪念会发来致辞 由黄慈平女士代读 他在信里面他说我会继续坚持 像我过去一样支持中国的民主和自由 携伴当晚六四24周年纪念会的 还有魏京生基金会 华盛顿海外香港华人联会 争取越南民主 支援越南人权的非暴力运动 国际委员会等组织 在纪念会上 全美学字连宣布将2013年自由精神奖 授予湖南少阳民主人士朱成志 全美学字连王平博士 高度赞扬朱成志 对已故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 生前患病期间悉心照顾 并在李旺阳去世后 坚持揭露死亡真相 在六四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 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沈童 以及旅美意见学者 作家胡平、余杰等发布公告 开办拉清单网站 梳理中国建国以后 所实施的国家暴力 列举出责任人 并整理出当下发生的腐败 侵犯人权、反民主等 不正义的案例 予以建立档案 同时敦促西方主要国家 通过立法等形式 禁止那些制造侵犯人权案件的 共产党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入境 甚至冻结其在国外银行的存款 广西北海市河浦县沙田镇 上千名村民堵塞道路 抗议官商勾结 严重破坏当地环境 以及霸占码头运煤 当地触动数百名武警镇压 双方爆发冲突 数十名村民被打伤 其中六人重伤 十多辆运煤车和多辆警车被砸 一辆警车被烧毁 6月2号 数百名村民围堵政府办公楼 与大批警察对峙 目前事件仍在发展中 吉林德会市吉林宝源峰芹叶加工厂发生爆炸 引起大火导致119人死亡 这是自2000年河南洛阳夜总会发生大火 致死309人以后 中国最大的夺命火灾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感谢您收看 再会